對 其實他一進去的時候那個氣勢是很足的 因為他已經決定好我要哪一隻 然後重點是我還穿了就是 這件衣服 你知道嗎 這件衣服的重點就是你要有積凸才能穿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喔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菜菜 今天非常高興的又邀約到我們的 妮妮可 耶 老闆 然後就不見喔 結果我們不見呢 就不見很久 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 那一見面呢 我們就連續見三天 因為前幾天我就約他說 欸 陪我去買個東西 欸 他的那個口氣說 欸 沒有去逛一下 然後我想說 欸 逛一下的話 那差不多是逛幾間店 沒有 一間店我們待了三個小時 本來是想說要拍一個 快閃十秒花三十幾萬 沒想到一進去 欸 卡刷不過 當場直接把它拿到塔摔走 說 我不買了 我一直以為我會很帥氣的進去 對 其實他一進去的時候那個氣勢是很足的 因為他已經決定好我要哪一支 然後重點是我還穿了就是 這件衣服 你知道嗎 這件衣服的重點就是你要有積凸才能穿 就很像那種時尚都市新女性 對 如果沒有積凸他會生氣的喔 如果沒有積凸的話 你就必須在美國買一種胸貼 那胸貼是有積凸 好 我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呢 它賣了高級珠寶的丸表 可以看到這個上面有一個獅子的形狀 那因為我們香奈兒女士她是獅子座的女性 所以基本上你走進店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獅子的擺設或獅子的裝飾啦 好啦我們現在準備要來開箱了 各位 這裡面總共有這兩個 神秘小黑盒跟神秘小白盒 對 然後我們那天一進去 他就是先送了我們CocoRush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因為我還沒開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他認出天才是誰 因為他一進來超級熱情 欸那個店員是直接叫哈囉 然後就拿過來給我們 你知道上次啊妹妹啊 我都會叫他去幫我換東西嗎 他每一次去每一次碰壁耶 就是人家有疑問他說你這是真貨嗎 以為他來鬧的是不是 然後我氣得半死 我直接殺去店裡面 我說你們怎麼會這樣問他們 他是不是真貨你們應該是看得出來的啊 那你現在check給我看 你現在就check給我看囉 不過我真的要說一句 我真的覺得我們那時候去101的服務人員 真的態度很好 因為我們中間其實花了蠻長的時間 然後他都一直跟我們尬聊 好啦 那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開他好了 好 我們把它打開 喔它裡面的精品啦 然後講一些有關香奈兒的理念啊 我講一些小故事給大家聽好了 因為大家如果對香奈兒不太熟悉的話 他們最近也有很多珠寶是做No.5系列 那其實為什麼會No.5呢 基本上呢 古時候這貴族跟平民的地位是分得很開的 對 那你只有貴族才能使用香水 呃Coro Chanel小姐呢 她是一個非常有才氣的女子嘛 沒有在那個年代她就是也是沒有辦法 那她剛有一個朋友是一個俄羅斯人 呃就帶她去看了香水這個東西 她就讓她聞聞看強勢 然後她看到就說香水不應該只有一個味道 她就開始去研究這個東西 最後呢 她選了第五號 也因此 傳說傳說 她的Lucky number 所以就叫做No.5 然後他們現在珠寶也有非常多No.5系列 那現在我們重頭戲要來了 這個東西 我差不多看了十年吧 那它算是一個很經典的 因為我之前可能有一些迷思 因為我覺得 我爸爸的觀念就是 就是初階你為什麼不買Rollex 等等等一下我們會討論這個東西 登~~~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G12 這一隻大家一看 一定會問說 欸 那它要多少錢啊 對 那這多少 啊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啊你的租金多少錢 你這台車買多少錢 那是肯定 好 那我們先來回答一下 這隻多少錢 是334000入手價 我為什麼會選擇它的原因 是因為 通常大家會選擇比較大的系列 對 其實我也以為你會選擇表面比較大 因為你應該是要就是 會嗎 它細外露的那種類型 其實呢 它裡面有分很多不同的類型 那我先講一下 Chanel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它的表其實是 2000年在千禧年的時候 出的 那它當時出的應該是只有黑色 因為我知道你也非常喜歡 香奈爾的珠寶系列嘛 其實我覺得香奈爾這件事 應該是很多女生的夢想表 因為就像男生可能會覺得說 我人生第一支表會想像是勞力士 所以很多人不覺得它是很經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很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有什麼不同 就像很多人買表 而且它搞不清楚 只要貴我就買 嗯 所以我告訴你們 姊妹們 我們要知道一點東西 今天姊姊就來告訴你 為什麼要選擇它 為什麼 好看啊 有啦有啦 先讓我講一下 它出第一支的時候 黑色就豐名全球這樣 所以它在2003年又出了第二支叫白色 我剛剛說過了 你們會覺得用一個價值去衡量它 它保不保值 你如果買了J12 你不如去買什麼東西 但是 其實香奈爾是一間 完全沒有上市的公司 所以它不需要為誰報告 基本上它今天的設計就是 我說的算 有非常大的發揮 這是我非常欣賞它們的一點 它能讓大家買單 這件事情就是很厲害啊 對 它也說過了 白跟黑就是美的極致 所以它的系列都是有黑跟白 幾乎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會選擇這一支的原因是 像它這個裡面是那個白母貝 我個人很喜歡白母貝 因為白母貝的每一顆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每一個都是最獨特的 因為它的光澤感就是不一樣的 欸對 白母貝漂亮就是它裡面有些會產生一些粉光 每一顆它不可能是有重疊的 所以台灣基本上現在呢 就只有兩支 一支在精華 一支在101 我去101看的時候呢 我沒有很喜歡裡面的白母貝 但我跟它講說我喜歡精華那一支 所以呢 當時為什麼我說我看很多年 第一個 因為我一定要買白母貝 白母貝沒辦法做大支的 因為它可能容易碎裂 那再來就是我想要我的白母貝帶粉光 所以它一年來台灣可能就一兩支 現在疫情可能更少 所以你看到它你不喜歡 你就要等下一支再出現 對然後下一支你又覺得說 嗯這個白母貝也不是我想要 你就一直等下去 基本上現在覺得工作到現在 再來是犒賞自己一下的時候了 所以 就買了 就買了它 那上面的鑽石呢 鑽石簡單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我 所以這個重頭戲是裡面的母貝 那他們就說 欸奇怪裡面的母貝 為什麼沒有做那個日期 因為母貝很脆弱 所以它沒有辦法 它沒辦法在上面做任何的雕刻啊 或什麼 我那天拿到實貨 它兩個都拿給我 因為它自己親自到精華那邊 把那一支掉過來 當我拿起來看的時候 它沒有告訴我說 哪一支是他們的 一拿起來我就說 是這一支 就是命中不定的感覺 沒錯 它的光澤 它的裡面的亮度就是不一樣 他們的表啊 必須要有差不多3500張的設計圖 然後還要有500張的3D透視圖 來確保它整個美感跟設計 它的大膽作風 整個理念 骨架沒有上市這些東西 就是非常符合我的 其實我覺得它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算是精力陶瓷的腕表 像是你風吹啊 日善你平常佩戴的話 它其實是不用需要到特別保養 它都可以狀態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這個表面 是藍保實 它很堅固 那它有一個很體貼的地方 就是 你看這邊它的扣 它的扣呢是這樣子的 直接這樣扣上去的 它這個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女生穿 像我現在這件衣服啦 或一些比較真摯的衣服 我戴上它的時候 我可能有些表它會 不小心勾到你的衣服 因為畢竟我的表褲裡面 可能也是有 Rolex 或者是卡鐵 表褲 有沒有聽到 還有金褲喔 沒有 有時候我覺得 不小心也是會勾到 它這樣的設計 是為了 是很體貼 很體貼的設計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講說 大家的疑問是 欸那我覺得你買J12保值嗎 其實一開始的J12 最初應該一支不到10萬塊 那現在呢 一支都差不多要到16萬左右了 所以你問我保不保值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Chanel呢 尤其是它的包包類型 欸每年都在給我漲幾% 對 它其實包包的話 每一年漲足都有到5%以上 它在2008的時候 其實它跨足跟AP合作 一起聯名這樣子 你 再來就是2015年 它有跟陀飛輪 喔 其實陀飛輪是一個很高超的技術喔 沒錯 所以呢 你問我 它是不是只是像 高級珠寶啦 包包這樣子呢 我覺得 不截然 我甚至認為 J12是一個非常值得收藏的錶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如果說你想要買保值的錶 那你當然可能會有其他的選擇 那像勞力士啊 理查德啊 這些錶是 相對來說是絕對保值的嘛 就是像那J12這個系列 我覺得對於喜歡的人來說 是一個 藝術品 對 是一個藝術品 就是你會想要收藏它 我還想講一下 因為J12其實也有出男錶 沒錯 那男生的話 其實有些會考慮戴J12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斯文一點點 喔 其實我那個Sales 他戴的這已經停產了 嗯 有些錶很麻煩 停產之後 你裡面零件要換 從瑞士啊 哪裡去調啊 超級麻煩的 等超久 但J12呢 他基本上是20年 我停產了 我一樣保護你20年 就覺得還蠻貼心的 服務順的很好 好啊 基本上呢 J12呢 就是這樣子啦 還是我現在就把它戴起來 美照 手錶五連拍 GO 來 1 和 2 和 和3 跟Stacy 來4 來 喔喔喔喔喔 來來來來來一個 來一個台式包 喔喔可以可以 喔喔 好醜 好醜 接下來我們要開的是這一盒 我跟你講這一盒呢 我朋友看到呢 他們都要哭的 這個東西呢基本上不是說要有就有 你買錶未必會有 而且買不到 然後重點呢是 你說你要什麼包 他有他就要給你嗎 不是 沒有 他要配 什麼叫做要配 來 男生女生配 喔喔中了 男生有 要配的意思呢 我今天幫你買其他兩個包 或是我幫你買其他東西 他的周邊商品 我考慮拿出來給你 好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你可能基本配啦 差不多在這家店要花上 一百萬 那他是J12的 家 你出國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 你怕他撞到或怎樣 你就可以把你的錶放去 然後把它關起來 嗯 對 那這個東西就算你的一百萬 你也不一定拿得到的原因是 你可能要跟 精力 對這個是 這個是 一貫的 這其實應該是要看他 KIMOJI 基本上我真的能看這些 呃 名牌品啦 我是真的把他們當藝術在看 其實Chanel 你跟我說他很高檔嘛 欸其實好像大有其他品牌在 那為什麼會這麼喜歡他呢 因為Coco Chanel小姐 以及他的一整個思維 讓我覺得非常敬佩 好啦 你 對Coco Chanel小姐有什麼 要講的 我現在就給他一個鼓掌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看我們新的系列啊 或想要看 呃 吃播啊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掰掰 欸然後我們那天進去 他有拿出一支 一支三千多萬的錶 第一次看那一支三千萬的錶 就是那時候我們等的太無聊 那個Sales就是 非常非常神聖的這樣端出一個錶 他說才剛從法國運來台灣 因為有一個買家呢 他考慮想要買這支手錶 那他說 如果你想要看實體的這支錶的話 你需要付三分之一的錠金 就等於 他付了一千萬 然後把這支錶從法國運過來 看他 然後決定要不要買他 那如果說你不買這支錶的話呢 你的一千萬就等於 沒了 被扣在Chanel那邊 我那時候摸他的時候 是心裡帶著很 感激 很敬畏的心情 因為他花了一千萬 才讓我可以看他一眼 沒錯 司令人說 這支錶 我會看他 打開 好 我們等一下 這支錶 從 去 我 要 快 請